今天峻谷是来到湖南的通道县 这里是平阳乡 这个平阳乡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十分普通的洞族村寨 这个村寨大约是有7000来人 这7000来人当中竟然有一百来号人 是声称自己是有着前世的记忆 这个就十分令人费解了 大家都知道一个人的记忆大概是从婴儿时期 也就是几个月大到一岁多才会逐渐产生 那么这一百来号人为什么会声称自己有前世的记忆呢 现在我们就走进这个平阳乡 看能否接触到这些当事人来去寻找到答案 其实现在是下着小雨 这个雨是一阵一阵的 可以说是东边下雨西边晒 你看那边就有太阳了 这个村子的周边是一片片绿油油的水道 整个环境可以说是相当不错的 在这个水道的下方还有荷花雨 如果说有人走过的话它会突然间冒出来 在这个平阳乡里面还保留有大量的洞族吊脚楼 这些都是真正的古建筑啊 前面这座吊脚楼是建在水道的中间 显得有点孤立啊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它整个建筑都已经明显是倾斜了 在这个吊脚楼的下方是放着起码有十几幅棺材 这个和我去年在贵州那边的洞寨看到的情况是差不多 古色古香的吊脚楼 他们洞族人家就是有在房子底下放棺材的这样一个习俗 其实下面这些棺材里面都是空的 只是说提前做好准备而已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对生与死是看得十分的坦然的 其实我在来这个村庄之前就已经了解到一些情况了 也知道其中一位再生人的名字了 所以我在刚刚经过后面那座房子的时候 我就看到有一位小哥是站在窗前吃饭 所以我就过去问他知不知道这一位再生人是住在哪里 结果他就告诉我这位再生人其实就是他的母亲 但是刚好他就上山踩东西去了 所以我就在这个村子的周边先逛一逛 等一下再回去看能不能跟他当面谈一谈 刚刚我看到有一位妇女是背着背楼回去那座房子了 我觉得那一位就非常有可能是我提到的那一位再生人 就是这一座房子 这一位石阿姨的全名是叫做石爽人 我刚刚一进入到他们家的时候就跟他打招呼 然后他并没有怎么搭理我 而是跟我挥了挥手 然后就一个人上去二楼去了 我也不好跟着上去 所以我就在他们家门口坐在那个矮凳子上面 就等了大概有20分钟到半个小时左右 因为这个事情是涉及到个人的隐私 所以我要确保在征得他的同意之后 才正式开始拍摄 然后就看到他洗完澡之后重新换了一身衣服包好头 还给我粽子吃 之后才慢慢跟我聊起来了 好 我先吃个粽子 在我们家乡那边的粽子里面 通常会包那个肉 我们这边 我们放花生 我们不放肉 对 除了肉还有花生 还有那种红豆 主要是累了 累了啊 对 现在这个状态错了 好 那等一下呗 先让他休息一下呗 您在什么时候开始就发现自己有前生的记忆 只有两岁多 当时想起了什么事情呢 当时想起的就是上一辈子发高烧的时候 发高烧三天 轮就走了 扶起来就走了 就飘走了 反正就是发高烧 轮不管什么 哦 那当时是因为什么事情发高烧 就像今天一样的 下地去了 下田去了 种豆子回来的时候 人就不舒服 在田里面洗脚 人就不舒服 我年头台报到的时候 他们没有告诉我 也没有突然报出去 来了很多人 嗯 这个四个桥都来了 来了很多人 整个房子有起码五六十个人 五六十个人 嗯 后来我又发高烧 坚强就发高烧了 以后就 我就怕我一睡醒不来 所以就赶快出去拍外景 哦 出去拍外景 就拍了这么多的照片 还有很多 哦 嗯 还有很多没事出来 嗯 就是当您想起自己的前生的时候啊 您的前生是一个怎样子的人呢 是几岁的时候去世的 哦 14岁 我看到网上有报导说 您在上一世去世之前呢 是有两个孩子的 现在那两个孩子都还在吗 都还在 在 那按照道理来说 您的两个孩子都 比您现在还要大一点了 嗯 对 那后来有没有跟他们相认呢 嗯 一直都有来往 哦 一直都有来往 嗯 那您的孩子 比较小的那一个 是比您大多少岁 大十个月 大十个月 也就是说您在上一世 去世的时候 到 投胎转世 也就是相差几个月的时间 嗯 七个月 七个月 嗯 在您这边有 清明节啊 有没有上山去拜坟 也有的 有 嗯 但是 年轻人死了 一般人都不想 都不去过清 不让上坟 哦 那假如说 那你的两个孩子 在过清明节的时候啊 他也是要上坟嘛 给母亲上坟嘛 嗯 那这个过程怎么办呢 因为他又跟你相认了 他是直接请你过去呢 还是说 去那个坟头上坟 呃 有时候 呃 有时候 我也过去 有 就过去 有时候他们 父亲给我托梦了 我和前世上坟去 嗯 嗯 嗯 也就是说 您前世所住的房子 还有家里人 你都还记得 我记得 像在这个村子里面呢 就是和您一样 有前世记忆的人 大概有多少个 我们这个 有四十多个 平常村子有四十多个 四十多个 嗯 他们都还在这个村子里面吗 咱们现在出去打工的比较多 哦 那在这个村子里面的 就比较少了 其实在家里的 是剩下老人和孩子 老人和孩子 嗯 哦 中年人的 中年的比较多 嗯 老人的也有 老人有七十多岁的也有 但是他们不懂汉话 不懂汉话 您是洞族人 我是 也是 这一辈子是洞族人 上一辈子是汉族 是汉族人 嗯 那您之前有没有学过汉语 就是这一辈子的时候 有没有学过汉语 没有 没有谁教过汉语 没有谁教过 是跟我上一辈子的妈妈在一起我就 呃 睡在一起我就可以跟她实际的交流 石阿姨啊 像您有着前世的记忆 然后对今生啊 嗯 生活上有什么影响吗 会不会影响到您的生活 我一时都是说前世的事 现在我这一辈子就是在完成我以前 前世的前世没有完成的事 那您前世是有哪些事情没有完成的 前世的前世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 嗯 比方说什么事情 不是一世有很多事 有很多事 嗯 很多很多袋 很多袋 嗯 对 石阿姨像您平时啊 能不能够看到一些 平常人看不到的东西 跟我的事情有关系 就看到 哦 跟我的这个 就跟您的前生 这些东西有关系的 就能够看到 嗯 石阿姨啊 您可以再描述一下 当时您上一世去世的时候啊 那种那种感觉吗 是怎么 灵魂是怎么从肉体出来的 然后看到了什么 哦哦 这样扑起来 嗯 从过楼顶就走了 嗯 我说法高说三天接 也就是 就是这几天 知道吗 所以到了这几天我就不想说话 哦 就每年的这几天 今天走的那一天是5月11号 5月11号 嗯 像这个村子里面呢 还有一些人 扑出去了以后 我再跟你讲一讲 哦 嗯 看到很多人走 跟着很多人往前面走 我也跟着他们走 嗯 跟着他们走了以后就 很多人爬山往西南方向走 哦 当时送的就是您的遗体 对 对 所以 我是跟着后面走 跟着后面走 嗯 所以那些人做了什么事 你都可以看得到 对 但是不能够表达 嗯 嗯 对 我是跟着他们走 哦 跟着他们走 嗯 跟着他们的后面走 后面走 很多人过桥了 然后桥那边有个白胡子的老人 你不让我过去啊 哦 白胡子的老人 不让您过去 对 呃 他在喊 你不要过来 你不要过来 嗯 我说是不是说我还是什么 他们都过去了 为什么不让我过去啊 嗯 我又站在脚中间 又 又认神 他又喊一声 你不要过来 嗯 我就还回来了 就还回来了 换回来以后就 就 就 将在桥这边 推到桥这边 就像这个桥一样 桥那边有个白胡子的老人 不能往过去 但是那个桥是独木桥 独木桥 嗯 那个 就像这个 就是打开了一样的一块独木桥 嗯 然后我退回来 这桥这一边 就说 为什么不让我过去呢 大家都过去了 我感觉到后面还有两个人 嗯 我回来了以后 那两个人就不见了 嗯 不见了以后就 我就想我一个人在这干嘛 黑咕咙咚的 我要回到我 熟悉的地方去 就这么就回来了 所以就回到了平阳乡 就回到了这个 哦 当时上一世生活的地方 啊对 嗯 回到这个家里的时候就 找不到我睡觉的地方了 嗯 找不到睡觉的地方 找不到我的房子 我的路体找不到 哦 肉体找不到了 嗯 嗯 所以就躲到那个 老乌宋那个 屋梁上面 不是 像梁的有块红布嘛 哦 写个七星高焦的 嗯 躲到那里去了 嗯 就躲到屋顶那里去了 啊躲到屋顶 那个七星高焦那里去睡觉去 嗯 没地方睡了 不是躲到那里去了 嗯 睡了以后就没有时间看宴 没有饿的感觉 嗯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就 有两个人又打打闹闹的 把我瞧醒了 嗯 我不吓了一跳 我就醒来了 嗯 醒来以后我就 我就逃出来了 嗯 就飞出来了 一样的 回到那个村在外面 那个屋檐底下 到处飞 就是这样的 嗯 嗯 然后就 感觉到 起风了 好像变天了 红尘滚滚的那种 嗯 那种天气 嗯 然后就听到一个孩子在哭 听到一个那个黑鸭鸭的 红尘滚滚的那个状态下 有一个孩子在哭 我就不记得了 嗯 嗯 然后就到 然后就到 有两岁多 到1965年吧 两岁多 嗯 才想起 不是两岁多就是看到大概4月8 啊 所有4月8 冷多多的 我们楼下不是有那个虫米的 对吗 嗯 一般呢4月8的时候就冷多 嗯 从那个黑米换的那个叶 嗯 来虫米 对 我就 听到冷多了 我就走过去 想下楼去看 嗯 爬在楼梯口 爬在楼梯口又下不去 嗯 两岁多一点 好 我就听到牛睡觉 牛这边叫我就记起来了 我的头炸痛了 就记起来了 这不是我的家 我家没有牛 首先就把这一段 我讲的这一段 就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 哦 然后就知道了 以前的家没有牛的 对 这里不是你家 哦 我要去找我家 就是这样的 听到这里 估计有很多人 也会和我一样 感到不可思议 也会怀疑 这位诗爽人在撒谎 一个人要撒一个谎 并不难 难的是一个谎 要撒一辈子 假如说他没有撒谎 那他所讲述的前世记忆 又该如何解释 而且他还能讲述出 如此多的细节 这些细节足以让你感到 细思极恐 那诗爽人能否凭借 前世的记忆 找到前世的家人呢 又是如何跟他们相认的呢 前世的家人 又是如何相信他的呢 下一期节目将继续为您揭晓 诗爽人的奇妙人生 细节目 而是